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我已经送去了 我已经让大喜按照你的吩咐 找几个哭丧的下午一点在墓地等着你 找几个哭丧的下午一点在墓地等着你 辛苦了 学书 哎 云霞 还是我去中美医院吧 那特务不会注意我的 你去没用 国民党不会相信你的 那他 能把杀你父亲的人 和头盖骨交给你吗 我也不知道 那我得试试 哎 要不通知四义来帮着你 不 我怀疑王四义 就是军统特务 他怎么能是军统呢 最近这段时间的事情 我一直想不明白 但是如果王四义是军统特务 那一切都可以解释 那他舍命救你 这总该是真的了吧 他可能是为了赎罪吧 赎罪 他杀了我爸 所以咱们救我 你把我救云翔的事儿向代老板汇报 我不得不说 因为刘云翔知道所有的事情 他绑架了查理 逼迫我去见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没杀刘云翔 我这就杀了他 一了百了 站住 刘云翔现在不能死了 他死了 我们都没命 你 老板 我们该走了 把王四义绑起来 什 什么 把王四义绑起来 是 你 你 好点了吗 好多了 这是什么 校服啊 明天给咱爸出病 你得穿校服 还得打番 这个番呢 一会儿写的就带来了 这些就免了吧 我爸他不喜欢这些牌照 怎么能免呢 孝子打番 批面了 披麻代孝 这都是老规矩 我爸的丧事 我来安排 披麻代孝 是封建的旧习俗 怎么能说是封建旧习俗呢 这表明你孝顺 咱爸生前怎么说我不管 我呀 得尽我这个儿媳妇的一个孝心 这事儿啊 得这么做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作主张啊 我爸的丧事我做主 这像货我不穿 那怎么行啊 你要是不穿的话 这全北平的人 都得说咱们不像 你受得了 我可受不了 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要说也是说 我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我是刘家的媳妇 他们说你 就等于在说我 你现在不是 刘雨翔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不配做你们刘家的媳妇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总之 那校服我不会穿 雨晴 云翔的心情不好 你别往心里去 我去说了 你别太难过了 св香 宇宙 等败 你把这个交给她 是媒芳给她的 允霞 允霞 叙叔 我做的事都很危险 我不想把于秦扯进来 我知道 可他为你该做不该做 他都做 他是真心真意地对你好啊 我明白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允霞 这是玉琴让我交给你的 说是高北方让他送来了 你好 您先下去吧 哎 是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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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明厉害 劝他说说真相 你会应你 想办法约他出来 明白了 薛木弟 好嘞 有没有 在这边 你的 好嘞 你 你 想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达了 机关长已经通知我 药品仓库在一楼西侧的最里面 对面是杂物间 门我已经打开了 可以埋伏在里面 那有窗户吗 可以套房吗 有窗户 但是全部用铁栅栏封死了 机关长把楼道里监视的人都撤走了 抓捕行动在药品仓库进行 明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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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走错了 厕所在那边 谢谢 时间到了 做好准备 是 我们被日本人发现了 把少伙伴的凶手和偷盖骨给我 我把插鱼放了 现在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给我时间去吃尚中 下午三点 我等你电话 在查理办公室 那儿不是有偷偷 那是我的事情 你别管 三点 如果等不到你电话 查理就会死 这儿还有没有别的住口 出门左转 那儿楼梯 一路 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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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出什么事了 快走 我们一起去向组织汇报 不行 我得留在查理办公室等消息 还有就是他们的人 会把头盖骨 和杀老爸的凶手交给你 你带人去许 时间地点我再通知你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 你换个地方不行吗 不行 透极人知道是我来街头 如果我离开医院 他们会马上抓我 如果我不离开这里 他们就得等着 找到头盖骨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的任务 小秋 8月in Secret 再想 就这个是我的心 这人会忘记 再没办法 我并且算是在岳岳 凌云祥在查理办公室 集馆长命令先不能抓掉 那我们党军统的人呢 抓 明白了 下 走 查理老师还没有消息吗 我非常着急 自从昨天和你谈话到现在 他都没有露面 是吗 你也别着急 他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担心他会有危险 他能有什么危险 不知道 他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报警了 我想他很快就应该回来了吧 不得了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关好 我打几个电话 看有没有朋友知道查理老师去哪了 好 您请便 集馆长 刘雨响为什么还待在中美医院呢 难道 他不怕我们抓他吗 他就不能 还个地点等待消息吗 因为他知道 只要他一出来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真佩服他的胆量 你找我 你找他 我去找他 你找我去找他 我是 东郊名乡 大花旅店 大唐左边 有个电话间 我在那等你 如果换了别人 我们的交易就结束了 不必 赶在刘玉香之前当的吗 是 快上快上 马上到指定位置已经密航 刘玉香马上先当 是 我听 找好举心位置 我打起 柳一家会有危险 一定给我抓活他 是 日本上当了 一定要确认爆炸之后撤离 我过去给他收拾 你难过吗 难过 因为我们曾经是兄弟 你应该感谢我 是我把你没做完的事情完成了 找机会 我会感谢你的 准备 原本 做会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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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命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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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达 喂 刘若翔吗 好 出门 胡同里 第三个门进去 二路左边房间 霍哥人都在哪儿 你马上去 看着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中间进 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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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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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炸毁了所有的装置 炸毁了所有的装置 非常抱歉 恐怕我给不了你太满意的答案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除了炸弹这些东西 还有没有其他物质 比如化石什么的 化石 对 化石 对 化石非常坚硬 不容易被轻易损毁 希望你能尽快告诉我 靳管长 我是研究炸弹的专家 对化石我知道的不多 那就把你不知道的物质全部挑出来 我找人鉴定 是 对不起 姬大哥 我知道革命会有牺牲 可我还是忍不住 她总是那么自信 爱冒险 以前在战场的时候 哪都炮火最猛烈的 她就会冲到那 我们一起接受特工训练的时候 她的成绩是最优秀的 教官表扬她 表扬她天生就是个特工 就是这些害了她 让她总因为自己 可以成功 零分手的时候 我嘱咐过她 我嘱咐过她 一切行动都要去依靠组织 不能个人义雄主义 怎么样了 大哥 你可回来了 到处找你找不着 云香她又不见了 干吗呀你 云香她 她出事了 出事了 大哥 云香她怎么了 云香被炸死了 云香 什么 云 云香怎么会被炸死啊 在哪儿 在东厝 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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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别再是弃明心了 那怎么办 吓死我了 上帝啊 我有罪 六朝夫子两个人 都因为我而失去了生命 真是我们做的复制品 绝对可以一家论阵 外行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好 好 你今晚一定要讲解指甲的头盖骨 放到刘昭研究室的保险柜里 以下的事情我们来完成 好 我明白了 任务完成以后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查理先生 请一定要保护好头盖骨的安全 这是我们中国政府的请求 主啊 我 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 请你 饶恕我的罪过 我罪念深重 你居然没有受伤 没有 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要问我 不 只有一个问题 你看见头盖骨了吗 我什么都没看见 是谁 替你绑架了查理 查理在哪 黑道上的人 他们收了钱就走了 前十下午 在坟地里我给他们的 查理被他们放了 现在应该在美国领事馆 我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找到头盖骨 替我父亲洗刷冤屈 可国民党欺骗了 他们要杀我 你犯的罚 绑架人是违法的 我知道 我愿意承担后果 好了 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你父亲还有出殡 我能回家了 按理说 我应该把你抓起来 但是我想给你个机会 帮我找到头盖骨 我怎么办 十天 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如果你把头盖骨交给我 我就不追求你所做的一切 好 我答应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找到杀我父亲的凶手 要交给我 可以 我觉得我们可以排除 对刘一祥的怀疑 排除什么 他不是抗日分子 共产党要杀的 国民党要杀的 他只是个想被赴报仇的疯子 不 他不疯 他很智慧 很精明 是他绑架了查理 利用美国人 迫使军头的人和他见面 甚至他冒死去取头盖骨 这样的疯子我很欣赏 我要收买他 刘云祥是不可能被我们收买的 不 每个人都可以收买 只是看我们开的价钱是多少 那我们拿什么收买摊 替他找到杀害他父亲的人 好了 你派人检查各个旅馆 去找一个从南方来的男人 什么样的人呢 这样的炸弹 绝对不是从北平本地制造的 一定有人从大后方带来 我要找到带炸弹这个人 这很难找到 主要是检查炸弹爆炸时间 周边有电话的地方 因为制造这枚炸弹的人 一定非常希望看到他的爆炸 然后再通知他的上级 这便是自我陶醉的心理 兄家 你尸骨未寒 冤祥要走了 你去派人家 你尸鸟 也可以走 还将来找到 你要去派人家 你家 帮我给云生 马上来 이냐면 怎么还要追 你家 怎么可能 你家 兄弟 舅舊 明天 是由玉琴给你皮麻代笑了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 找出云翔的尸首 让你们爷儿俩 在酒泉之下团聚 我辞业 大哥 爹叫你呢 你要还是个中国人 你要还念旧情的话 你就把 云翔的尸首帮我找着 明儿我给他们爷儿俩出殡 现在 很难再找着了 你不去 我去 爹 大哥 你干什么呀 好 我去 我这就去 我一定给找回来 云翔 云翔 你还活着 谁说我死了 云翔 云翔 这是好人有好报 想死都难哪 这说你也来了 云翔 你吓死我了 这才几天啊 你就死过两回了 我都哭抽了 以后谁再说你死我都不相信 你是不会死的 大哥 对不住 我错怪了你 我都说我不好 都说我不好 我听他们说的 说你被炸死我 行了 云翔现在没事 你该干嘛干嘛去了 爹 你别让大哥走啊 是啊周初 今天在我家 就让大哥留下吧 嗯 云翔 云翔 我把你衣服放在这儿了 哦 薛叔 您还得帮我一下吧 你一定要把头盖骨 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薛叔 关门 这门也关上 真的有头盖骨 真的有 那头盖骨呢 毁了 一定是毁了 你也算尽力了 我只是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更没想到 国民党军党 会用国宝来当诱饵 我的命就那么值钱吗 老大呀 这头盖骨 没落到日本人手里 已经尽力了 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就甭多想啊 你呀 赶紧带着雨昕走 我呢 先回去 大哥 周叔不答应你留下来了吗 我啊 还是别惹他生气了 他现在身体又不好啊 再说了 一喝酒他就会骂我 还是别留在这儿挨骂了 明天牧地见 嗯 我说什么事 你是什么事 是 的话 你不要之天 Fix quando我拒童了 那么就会来 LIKE 香港 我来捣唸你的父亲 请 我来捣唸你的父亲 周小姐也来了 我 我怎么不能来 当然可以 我只是举着好奇 我爸跟周叔是多年的老朋友 他们是来表达心意的 周老先生 幸会 咱们走 走 周小姐对你好像并没有死心 那只是她一厢情愿 多么凄凉 我对中国的丧葬文化很有研究 你为什么把你父亲的葬礼办得如此简单 因为我对不起她 还没有找到杀人的凶手 是 是 有